80后男生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拿到零花钱肯定往游戏厅跑啊 不快点连机子都抢不到 这俩小子一个叫小杰一个叫苦瓜 终于凑上了十几块零花钱 一人三颗币看谁玩了酒 可每次好不容易玩上了 家长就赶来了 这势头一看就要打孩子了 好在这并不是自己的妈 但这会苦瓜买汽水回来了 游戏也不玩了 拉着小杰就跑 原来小混混又来抢小孩钱了 眼看着被发现他们只能跑 这部电影就叫夏日往事 光前面这几个场景 真的是80后小时候的经典缩影 那时候VCD租碟还很流行 两人摆脱小混混跑到了租碟店 排下手里的十块钱 这次要租一个劲爆的 虽然老板和他们很熟了 但啥是劲爆的 最好是王京导演的 有陈小春 两人还想继续要呢 这会儿进来一姑娘 一瞬间哥俩眼睛都看直了 小男生该有的状态 马上就出来了 心里小鹿乱撞 嘴上却说着别人的坏话 我听说的可以 他爸开桑塔那 然而等人家一上来搭话 小杰就绷不住了 马上热情起来 刚才还说不好看的电影 就给他各种推荐 还直接把苦瓜给推一边去 原来哥俩早就知道这姑娘了 他叫英子都在一个中学读书 小杰刚想约他 没想到小混混又来了 两人被读在店里 找不到地方躲 好在英子看出来了 上去支开这个叫小龙的混混 帮忙解围了 但真没想到他们还认识 到了晚上 哥俩趁家里没人 看起了电影大片 甚至还商量起来 要把英子请过来 一起看一部爱情片 因为这样才显得够男人 然而第二天 他们还真就顺利的约到了英子 然而他们却计划着 带他看一部特别的电影 哥俩兴奋的不行 赶紧到影碟店 找老板租那种片子 没想到的是老板正在相亲 干嘛把他们推了出去 而相亲的妹子 完全看不上这个裹脚的老板 对着没人一番辱骂之后 开着车扬长离去 只剩下这个伤心的老板 想要的碟也租不上了 郁闷的俩人 只好在篮球场 肆意的发泄着 累了就躺在球场上 大声喊着 教练 我想打篮球 教练 他还想开玉扑团 这就是属于那个年纪的生活 而那个年纪的男生 也有着异样的固执 即使三番两次碰壁 但是这片子 也一定要弄到手才行 到了晚上 俩人潜入租碟店老板的家 把影片给偷了出来 也无意间看见了 这个跛脚老板心酸的人生 他们把老板扶上床 两人回去之后 却发现盒子里的光碟不见了 只看见一张借条 原来就是那小混混小龙拿走了 回到苦瓜家 却突然出现几个陌生人 把他们堵在了家门口 家里东西也被搬了出来 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他们就走了 然而一进家 苦瓜老爸竟一肚子火 把他打了一顿 下了小街 也在地上摔了个大脚 一天什么也没办成 两人还纷纷挂了菜 这口气怎么忍 于是第二天 他们鼓起勇气 拿上小短棍 就这么冲到小龙的家里 去要光碟 三个人直接打了起来 但他们却被小龙 按在地上摩擦 这会小龙爸回来了 哥俩反而利用 自身带伤的优势 说是被欺负了 忽悠了小龙爸 给他一顿暴揍 这也算是解气了 可这碟还是没拿着啊 正商量着明天的计划 要不取消吧 结果两人在吃饭的时候 又碰到英子了 小街一紧张 还是告诉他 明天不见不散 而当英子回去找他爸的时候 苦瓜才发现 和英子他们一起吃饭的 竟然是苦瓜老爸的债主 正是他们在昨天晚上 闯入苦瓜的家 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 你干嘛 气急败坏的苦瓜 离开饭桌 拿起板转 就想报复这些家伙 虽然小杰极力劝阻 然后怒不可遏的苦瓜 却把气撒在了小杰身上 两个昔日的好伙伴 互相推荡一番之后 就此分道扬镳 但有的时候 男生的友谊 就是这么奇怪 不论怎样争吵 但只要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依然会出现 这部第二天大早 苦瓜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市里 帮小杰找来了这部 他们期待已久的大人电影 但小杰却表示 这英子是个好姑娘 要不咱们还是看点正常的电影吧 小杰让苦瓜赶紧回去洗个澡之后 就骑上自行车 接英子去了 留下了还泡在河里 若有所思的苦瓜 接上了英子 载着心爱的女孩 穿行在熟悉的小村里 无论是班里的小伙伴们 还是曾经消沉的租叠店老板 都纷纷对他侧目 这一刻 对于这个年纪的男孩来说 最青涩 最深刻的回忆 出现了 小杰回到房间 却发现所有的影碟都不见了 柜子里只剩下一张大人的电影 而苦瓜也没有来 即使等到晚上 还是不见踪影 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 播放了这张大人的电影 小杰害怕的闭上眼睛 但没想到的是 这碟里头并不是他以为的电影 最后 两人竟然还看得泪流满面 也在他们心里 种下了一颗青色的果实 看完电影 在送英子回家的路上 一辆满载物品的卡车 摇晃着离他们远去 第二天 小杰来到苦瓜的家 发现被砸得稀烂的家里 只剩下一个完整的篮球 隔壁大妈递给小杰一封信 是苦瓜写的 他这才知道 为什么好哥们昨晚一直没来 而苦瓜也带着他俩 这80后的秘密离开了 这盘让他们落泪的大人电影 正是他苦心安排的最后杰作 其实在昨天晚上驶过的卡车里 坐着的正是苦瓜父子 这颗青色的牙 也算是在他的亲眼见证之下 发了起来 说实话 苦瓜的离开 真的让人回忆起小时候 那种与多年好机友分离的场景 有时候 昨天还在一起玩耍 再日出 他却去了远方 但无论他去了哪里 在小杰心里 他永远是那个最好的铁哥们